明魔王清田 像我现在又要四处旅游写书工作的时候 我又可能会做一些平面设计 我觉得这一次是真的很荣幸 另外产品广告中呈现了模特儿辛苦的一面 王清田也说追逐梦想一定要放胆做自己 让逐梦旅程中不留下遗憾 大家看到每一个人就是在追求梦想不断努力的一个过程 然后模特儿也是人要 就是中间也要一直经过不断的试镜 那到底成功的途径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是努力之外 重点是大家要表现出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让大家可以记住的地方 觉得这个广告它设计的也是像我模特儿 在国外为台湾争光的时候 有没有很好感觉 王清田最近也卸下名魔光环 接下行脚节目的主持棒 上山下海虽然辛苦 但却得到满满的收获 因为其实模特儿大家可以看到一般都是漂亮亮亮的 然后尤其是我们平常展示的都是金饼珠宝 非常贵重的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比较像是 好像我们边是有花朵的一样 但其实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户外活动 所以现在可以主持到户外的一些行脚类的节目 虽然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很开心 而且能更多体验 在这个 其实我觉得在我的人生路上 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体验 所以就希望大家也跟我一样 多多走出去 多多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让自己的人生不要留下遗憾 Wall News 新闻网 你放胆做自己了吗? 采访报导